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卷 我又来讲情侣装单身 骗钱骗感情的恋宗版老人杀 恋爱黑手党了 目前嘉宾还剩下十人 分别是八位单身和一对情侣 情侣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作为恋爱黑手党混入其中 他们只要能和单身嵌入成功 就能独退一千万奖金 上一期讲到 大家悄悄话玩到一半 节目组突然进来打断 原来是又到了第二轮公投淘汰的环节 这次还是要淘汰一男一女 不同的是 这次他们投票只能投给异性 贵德一公布 大家都很尴尬 短发现说出了 自己怀疑的是小帅 微泡妹也是小帅 紧接着 小卷和妻子姐也跟票了 唯一和小帅在一起 待了一天的舞蹈姐 原本还有点纠结 但是看着其他人都选了小帅 最后也随大流投了她 姐妹们给出的理由是 小帅对女生都没什么兴趣 也没有表现出 想要深入了解的样子 所以感觉像是有女朋友的人 但是 如果她是黑手党的话 为了拿到钱 不是应该更主动的 去和他人接触 才能签收成功吗 这个逻辑就有点说不通了吧 男生那边 网红哥投了气质姐 土豪哥播音员 选了舞蹈姐 小帅觉得是小卷 演员哥选的是舞蹈姐 网红哥的理由是 气质姐平时 跟他没怎么说过话 却选择来跟他约会 很可能是黑手党 觉得他好下手 而气质姐说 自己只是觉得 前一天晚上 网红哥挺搞笑的 所以才选了她 土豪哥会投舞蹈姐的理由是 感觉舞蹈姐和小帅的气质比较配 所以像是一对 哎哟哎 这个直觉推理还真是无邪可及啊 小帅和舞蹈姐都被她整笑了呀 小卷的推理就更理性一点 她觉得小帅和舞蹈姐 都是导购员 而且刚出场的时候 还故意说了一句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感觉像是在舞蹈大家 这时不应远又问小帅 我们先把小卷撇开 在气质姐和舞蹈姐之间 你觉得谁更像黑手党 然而小帅根本不上套 还是坚持认为黑手党就是小卷 而她怀疑小卷的理由竟然是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偷过她 所以就很可言 这个逆向思维能力也是绝了 小卷感觉自己被背叛了 然后开始和小帅兑现 你说我有问题 我还觉得你和舞蹈姐有问题呢 你到现在还没解释清楚 第一天带的便当 为什么和舞蹈姐是一样的呀 小帅说 那是自己在便利店随便买的 舞蹈姐也说是她觉得好吃才买来的 这就是个一次性纸碗装的外卖 碰巧买重复了也很有可能 就在这时 节目组问舞蹈姐 之前得到的那张防御卡 还要不要使用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公投了 如果不使用的话 舞蹈姐就能在最后选择之前 去查看一个人的身份 但是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活下来 要是这一轮就被偷走了 防御卡就没用了呀 没想到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舞蹈姐还是选择要赌一把 她还是不用防御卡 都已经被怀疑成这样了 她也不在乎大家会不会投她了 难道说她真的能不想知道 黑手党是谁 还是想借着这句话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到了正式投票环节 小帅还是得了全票 哎 颜值单脑就要这么走了 还有点可惜 播音员都痛苦的无脸了 轮到男生投的时候 土豪哥和播音员 还是选了舞蹈姐 小帅还是小卷 眼看着舞蹈姐 再得一票就会被淘汰 演员哥竟然跑票到小卷那里去了 现在两人都是两票 网红哥的最后选择 就格外重要了 一个是喜欢 一个是旧爱 她是如此的难以割舍 于是她抱着膝盖上演了一出 精彩的痛苦大戏 有个招 小蔡用影 啊 不是吧大哥 你来捣乱了嘛 这不是还得再逗一次吗 而且 第二轮投票只能在那两位里头 你不还得再来一次痛苦面具 最后一轮 播音员又从舞蹈姐跑票到小卷了 最后 小卷率先得了三票 出局一成定局 网红哥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不投了 节目组还坚持要她说出名字 她又是一顿纠结 然后投给了舞蹈姐 哎 也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 舞蹈姐明明没被淘汰 却因为网红哥投了自己而畏惧哭了 旁边被投出去的小卷都懵了 满脸写着 难道不应该让我先哭吗 小帅和小卷这一轮惨遭淘汰 需要现场公布真实身份 姐妹们觉得 他们俩会是什么身份呢 倒数三个数我们公布答案 三二一 揭晓结果 好家伙 两个人都不是黑手党 还在着着面对决 互相怀疑 大家原本都不怀疑小卷 都是被小帅给带歪了 小卷心里那个委屈啊 她专门为明天准备的漂亮衣服 也没机会穿了 舞蹈姐专门把网红哥 拉到小房间里问她 为什么怀疑自己 网红哥说 自己最开始是喜欢她的 但是看到舞蹈姐上了土豪哥的车之后 感觉她对自己没意思 所以就转移目标了 这个变性也是变得够快的 而且变完就回踩 对舞蹈姐各种怀疑 这谁受得了啊 没想到 这时波音员刚好下落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舞蹈姐听到脚步声 立马走了出去 这场对话也不了了之 波音员主动问网红哥 觉得短发是不是黑手党 网红哥觉得他不是 但波音员还是心吞疑惑 网红哥劝他直面自己的感情 不管他是不是黑手党 你反正先去追嘛 大不了就是被变 这样做出来的选择才不会后悔 波音员慢慢的又被他给说服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 最终选择的那天早上 土豪哥主动找到了气质姐 他果然还是想要趁着最后的机会 跟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 他担心 昨天在悄悄话游戏里的表白 会给气质姐增加负担 好在气质姐倒也不是很介意 两个人的对话还算是愉快 另一遍短发找了网红哥思量 感觉他是看到小卷走了 就觉得有机会了 网红哥问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自己的 短发说见他的第一眼 而且他不管网红哥是不是黑手党 都不会后悔自己多出的选择 最后短发竟然放低了姿态 求让网红哥相信自己 还试图从网红哥那里求一个抱抱 这个话说出来就有点太暧昧了吧 毕竟大家满打满算 才认识三天而已 演员哥到了现在 他敢对舞蹈界表达好感 他这几天一直默默偷到舞蹈界的身边 刷存在感 可惜从头到尾也都没什么镜头 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也是互相猜疑 到了最后一天 谁也不敢太信任对方 而且舞蹈界的特殊权限 也已经偷偷使用了 节目组并没有公布 他查了谁的身份 在最后选择环节 所有人都站在一起 宣布牵手结果 像是来凑数的微胖妹 选了网红哥 土豪哥和气质剑 互选牵手成功 土豪哥都要挪开花了 播音员还是稳稳的单箭头 选择了短发 短发选了网红哥 演员哥选了舞蹈界 而舞蹈界却选择了网红哥 那么人气王 网红哥到底选了谁呢 那当然是 第一眼就心动的舞蹈界了 恭喜第二对CP牵手成功 虽然我更关注的是 这两对CP里 到底有没有黑手档啊 土豪哥和气质剑 刚刚站上口领台 舞蹈界就已经笑崩了 网红哥被他笑的后背发麻 问他为什么不敢指示自己 莫不是黑手档得数了 就憋不住笑了吧 不过同样都是笑 台上的土豪哥 真是笑得满面春光 热情洋溢 总有种手得硬开剑月鸣 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的兴奋 首先公布身份的是土豪哥 他是因为这个节目 最纯情的搞笑担当 当然不是黑手档了 接下来要公布的 就是气质姐的身份了 我的天哪 气质姐竟然是黑手档 土豪哥的一个痴心又错付了 他这下是连钱带感情 一样都没老找呀 怎么会有这么惨的男嘉宾啊 底下的其他嘉宾 一个个都在投笑 因为黑手档男女哥只有一个 舞蹈界的嫌疑已经被派出了 网红哥那个乐的哟 幸灾乐祸也不能这么惨呢 那么网红哥本人的身份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直接揭晓 他不是黑手档 所以这对CP是真的两位单身互选 之前舞蹈姐查的 就是网红哥的身份 才敢文文选了他 虽说是双相选择了 但是这一对CP 我怎么磕不起来呢 最确定的是 节目组还非要让 气质姐的男朋友站出来 当着土豪哥的面 牵上他的手 这又不是杀人猪心吗 现在只剩下演员哥 和播音员两个男人 相信姐妹们心里对于谁是黑手档 已经有了答案 他就是 所以说呀 播音员对短发那么殷勤 就是想骗他的钱 土豪哥看着播音员跑上来 抱住妻子姐 那个心啊 真是拔凉拔凉的 身边一对是真情侣 一对是刚牵手的新情侣 他站在天台上 好像一条公开出行的单身狗啊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一个人 却得节目组 偏偏还从第一天的镜头开始复盘 原来 播音员从进门的那一刻 气质姐就一直看着他了 听着他在台上装傻 气质姐都没眼看 气质姐一直以来的行动 就是为了干扰 网红哥和小卷督处 而之前的五人饭桌修罗厂 现在回头看就跟自己了 播音员当着真女友的面 疯狂对短发示爱 气质姐还一直偷在网红哥和小卷之间 我原本还心疼 气质姐在这个饭桌上太过多余 没想到他才是最后赢家 得知真相的土豪哥 最后都掉眼泪了 周三天的爱情就像一场梦 醒来之后还是很感动 这一期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下周还会有新的一批嘉宾 继续恋爱狼人杀 想看下期别忘了关注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 欢迎评论推动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